在不久前 南京的一位小伙儿遇到了一件骚心事 去体是啥呢 就让小编舞为大家叙道叙道 原来这位小伙子回老家相亲 为了冲面子特意向平时与自己关系不错的老板 借了辆大众灰腾高级豪华车 可是没有想到 在回程的路上车他却爆了 他只好自己为其更换上了备胎 并要承担一笔不小的维修费 看来老话说的没错 不能贪小便宜啊 大众车 大众什么车 换一个什么备胎 需要这么多费用呢 下面小编我将介绍清楚 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最后一款 大众灰腾 虽然外表比较朴实低调 作为却与宝马7系奥迪A8L一个级别的豪车 当时的售价也是达到了80多万 打开车门 咱们就可以瞬间感受到豪车的气息 多功能的方向盘 配影宽阔的后排座椅 以及自带的后排娱乐系统 瞬间就让整个车的逼合提高了 而且其内饰用料低调而奢华 后备箱的空间也比视觉看起来大很多 实在是低调奢华有内涵啊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这款大同灰腾3.0升 专享版的沙发 是真皮的 一看就不知道 一看就知道不可能是什么便宜货色了 所以说像这种高级地级车 维修费用昂贵也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下次还是要长点小继续 莫要贪小便宜 请开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这个频道